生活中养生,养生中生活 又和大家见面了 有人生活中搬重物或者说下楼梯 不小心把腰肺扭到了 特别的疼痛,难以忍受 这种属于极心的扭伤 如果我们自己掌握一套紧单易操作的方法 就能够为我们紧轻疼痛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样既能够为身体带来受益 还帮助节约不少成本 今天和大家分享快速缓解腰痛的方法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遍 首先我们保持自然站立 然后伸出自己的左手 在第四指第五涨股之间找吞顶 怎么找呢 沿着第四第五涨股金的股份向上推 推到吞顶以后 用大股指指负 按住顶柔 在顶柔的过程之中 我们先立时针撞腰九次 撞完之后 再顺时针撞腰九次 一边按柔 一边撞腰 这些动作 做完以后 我们在右手 我们在右手第四第五涨股之间找痛顶 换手 同样 找到之后 比如说这个顶非常痛 然后在顺时针撞腰九次 再顺时针撞腰九次 这套动作做完以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腰痛缓解了 甚至已经不疼了 建议大家先把这个方法收藏起来 即便没有出现上述情况 日常生活中 也可以当做宝经去对待 喜欢的朋友 请记得及时关注 点赞转发或收藏 谢谢